如果早有人告诉我 那就那就好了 但是呢什么时候都不晚 绝对是扯淡 站着说话不腰疼 千万别信啊 咱真的是千万不要信 就像我们大部分 普通工薪家庭来说 那么好的优惠 我们一定要利用上 真的500美金 十年以后 那可就真的是6万 我当时也是完全没有概念 没有人引导 像我们的父母呢 都是新移民 然后每天奔波劳累 哪懂这些 我们家妹妹现在是阴性了 所以我要把她的那个房间 削下毒 床单都要换一下 她俩的房间收拾好了 我把那个所有的东西 全用酒精给削了下毒 妹妹出来了 妹妹出来了 所以跟我们一起吃饭饭了 想笑你就笑了 你干嘛忍着呀 开心吗 开心 开心 看看我们家芬菲说 要吃芹菜馅的饺子 姥姥赶紧都做了 是不是 然后刚才爸爸去姥姥家 拿的新鲜做的水饺 给芬菲吃 两个宝宝都睡着了 哎呀孩子们都睡着了 这已经很晚了 就是真的是 我后悔没有早知道几年 就是如果早有人告诉我 那就那就好了 但是呢 什么时候都不晚 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大家少走半路 可以提早储备 就是不管我们有没有钱 都应该适当的存钱 尤其是Era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钱是赚出来的 不是攒出来的 我觉得绝对是扯淡 站着说话不腰疼 千万别信啊 咱真的是千万不要信 就像我们大部分 普通工薪家庭来说 你不攒钱 你怎么积攒财富 投资 和以后养老 今天 我讲讲这个Era 就是退休金账户 它有两种 一种是传统Era 就是叫做 TraditionalEra 另一种呢 叫RoughEra RoughEra呢 每人每年 可以存六千美金 但是这个金额 有时候呢 是会变的啊 这个RoughEra呢 有税收优惠 在RoughEra中的 收入和收益 是不用征税的 除非你还没有到 退休的时候 就提款出来 Rough的贡款 也就是存进去的钱呢 是没有减税的 但到退休的时候 拿出来 可是免税的哦 这点和传统Era不同 传统的Era呢 就是你可以 对贡款减税 就是那个 contribution时 可以减税 但是呢 你退休时的提款 是需要纳税的 所以说这个RoughEra 这么好的优惠 我们一定要利用上 那有人说了 那我们没有 多余的钱 怎么存呢 或者我的 收入超出一定额度 就不能存 RoughEra了吗 咱先说说 这没钱怎么存 其实呢 就是你可以 一点点开始 每个月最基本 能存个100 200美金吧 这个你挤一挤 都能挤出来吧 就你少买点衣服 或者少出去吃一餐 少给孩子 买一个玩具 少买几瓶酒 或少抽点烟 这也是能挤出来的 因为这钱呢 你不存起来 花了也就花了 真的就没有了 你想想 如果你每个月 存500美金 一年那可就是 6000美金啊 10年以后 那可就真的是 6万美金 在你的退休金里面 有多少人 10年后能有 这额外存的一笔钱 而且10年后 不只是6万 在那个RoughEra里的钱 你是可以用来投资的 如果你懂得投资理财 你可以买卖股票啊 但是投资风险非常大啊 如果你没有接触过的 要慎重 真的要慎重 要咨询 学习 研究 然后你也可以买那个ETFs 但是呢 也是有风险 要看你买的是什么 但是index ETFs 就安全很多 风险少 但是回报率也很少 但一般都不会亏损的 广东话呢 有讲是 累大累 就是不知道讲的标不标准啊 就是利跌利的意思 就算是你把你的ERA放在那个Money Market 就是货币市场 或者是那种Bonds 就是公司或者是国家的债券 也是非常安全保守的投资 就10年 20年 30年以后 是一笔很可观的财富 然后咱再说说 如果你 你的那个收入超出额度 要怎么存 还真的就是有挺多人都不知道的 就是大众叫 Backdoor Rough 但正式讲是Conversion 就是一种转换 就是允许高收入的人 在税务局收入的限制的情况下 存到Roth里面 就是将已经交税的钱 存入传统的ERA 然后再转到RothERA就可以了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听起来可能有点憋嘴 但是呢 就是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每个银行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这个你需要打电话或者是发邮件 给你的银行 银行都是会告诉你 你要需要做什么 怎么操作的 他们都会告诉你的 存入的金额呢 也是一样的 也都是6000美金这样子 这个ERA呢 和这个401K是不同的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401K 是不是 但是它俩是不一样的 就算你已经有了401K 也是可以存款到ERA里的 因为401K是你的雇主控制的 就是选哪个银行啊 都是那个雇主控制的 但是ERA呢 是你自己控制的 就是哪个银行 你可以自己选 更灵活一些 现在呢 你可能不觉得 但是10年后 20年后 30年后 你的年龄慢慢增长 你意识到的时候就开始存 就到时候我就觉得 有点心慌了 所以呢 就是越早存越好 就是我真的是很后悔啊 没有一开始就 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存 如果那时候存的话 现在可是一笔不小的积累啊 我当时也是完全没有概念 没有人引导 像我们的父母呢 都是新移民 然后每天奔波劳累 哪懂这些 所以都是自己研究啊 探索啊 然后我老公教了我很多 但是存款呢 真的是什么时候都不晚 以上这些言论呢 只代表我自己啊 就是我自己的小小心得 和自己的经验 和大家就是分享讨论 很希望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 就是先开个账号 每个月存钱进去 或者是那种 direct deposit 就是每个月自动从你的账号打钱进去 首先要迈出第一步 未雨绸缪 如果大家有那个疑问 或者是想分享自己的经验的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下一个视频呢 我会分享一下 怎么给孩子存学费 这个呢 就如果你觉得我这个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请帮忙点赞 这样子的话呢 平台会就是推广给更多的人去看 就是希望在这方面 不是太懂的朋友呢 也可以从中得到一点点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